在巴沙晚会上 不少女明星都穿着各家品牌的高定 在红毯上上演着争气斗燕的戏码 不过这其中有一个人的身影 却给了观众们不少的惊喜 那就是凭借着三十而已大火的影后童谣 在红毯上童谣身穿一件黑色分段式礼服 裙摆的白色大羽毛 更是让童谣的整体造型增添了不少的灵动 但观看童谣整个人的状态 却有不少网友认为实在是太憔悴 妆容又是比较寡淡的类型 显得童谣整个人更加没气色 相信细心的网友们都会发现 这两年关于童谣的名字 已经出现得越来越少了 对比前几年三十而已开播之后的人气 童谣明显已经人气下滑了很多 要非说叫得出名字的作品 大概就是之前和朱一龙一同主演的《叛逆者》了 但相比较之下 《叛逆者》的热度远不及三十而已 因此童谣并没有因为这部剧实现再度爆红 要知道当年童谣原本只是剧中的二番 甚至这个角色一开始还不是童谣的 但童谣却通过精湛的演技把顾佳的冷静和霸气完美呈现 几乎让大家一度认为童谣就是顾佳本人的地步 成为了复仇爽文剧的代表 在那之后童谣更是力压热衣扎拿到白玉兰奖最佳女配 资源相比较之前提升了不止一个档 就连出席红毯所穿的衣服也从普通品牌变成了高定 但让人疑惑的是 在童谣拿了影后之后 热度却远不及从前 甚至就连八五花这一梯队也没有她的名字 童谣却一步接着一步 甚至还在央视凭借古装造型成功出圈 无疑已经成为了那于排名靠前的女明星 事实上童谣的现状 也是娱乐圈大多数明星都很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在娱乐圈中因为一部剧或一个角色爆火的人不在少数 不仅仅是童谣一个人 还有很多本就不是科班出身的流量明星也是如此 从默默无闻到灯上顶流 他们身边所发生改变的不仅仅是人气 更是资源的变化 从无戏可拍到幕布辖街 从无人理睬到热搜常客 但好在流量明星们 还依旧能够凭借着年轻的优势 在古偶剧或小田剧中站住自己的一席之地 也不用担心自己所饰演的角色是否有深层次的内容 但对于童谣的年纪来说 无论是古偶圈还是小田剧 都早已没了童谣的市场 因此她所要饰演的角色 也绝不可能饰演的好 更要让自己变成剧中的那个人 在童谣不红的时候 很多人都因为她的长相和张子怡有几分相似 便称呼她为小张子怡 甚至自动把童谣和张子怡放到同一类别里面 认为童谣就应该去演绎那些大女主的角色 但事实上对比张子怡的资源 童谣差了可不止一心半点 对于演技到底谁更胜一筹 每个人心里都有不同的答案 我们就不多做评价 但他们两个人 除了长得像之外 却没有半分相似 说白了一夜爆火之后 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好资源追随而来 但遇待皇冠必成其重 在还没有能力去接受这份重量的时候 就先接受皇冠难免会出现翻车的情况 童谣的演技好吗 她将顾佳的真性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赋予角色灵魂演技无庸置疑 但在娱乐圈仅仅演技好绝对是不够的 总的来说 成也人气败也人气 如果不是流量明星出身 一夜爆红或许还真不是什么好事 但还是希望童谣能够好好调整心态 再度为大家带来又一个出圈角色